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猪小门 康妮 嗨 大家好 我是温大猫 康妮 话不多说 接着给大家介绍 因为上级介绍了很多东西 然后还有其他东西在等着我们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我平时是喜欢带那个日本的 然后带日本的带腻了 然后准备这次去韩国 就是想试试韩国的嘛 然后这个是我一直想要 但是很难带购的 秀制同款的 这个是日袍 是在一家明洞的一家美同店 不是Allens的 这个是那个秀制棕 然后这个两个都是Allens的 Allens我之前带过好几款 一个是Thomeday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Spanish的 Spanish是现在最红的 因为是Black Pink同款嘛 但是我觉得我带了一半 然后我就在小红书种草了这个VV ring 然后我今天带的就是这个 哇好喜欢 就是我喜欢 因为我的那个眼睛不大眼白又少的 所以我现在就基本已经不带那个大纸径的 我喜欢小纸径的 然后这个就是小纸径的那个棕色 我觉得带在眼 就是眼睛上还挺温柔的 就很喜欢 就没那么锐 这个我觉得比Spanish好看 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款 冰灰色 这个我也是在小红书种草的 但我还没试戴过 就如果好看的话 再给大家推荐 然后就买这么多 就不太喜欢同货 因为家里还有好多日本的没带完 但是还是推荐大家买那个日炮的 日炮的比那个月炮的 还有那个年炮啊那些肯定质量好 就你去韩国就是你 就太多护肤品了 你不买感觉好像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就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首先讲那个面膜吧 就我觉得我买的面膜肯定大家没看过 是我下载了一个那个韩国一个APP 叫Glowpeak 上面是其实韩国就是当地的那个小姑娘 就是排就是一个排名吧 就是韩国当地人喜欢用的各种东西 什么唇膏都有的一个排名 然后这个是Drunk Lab Drunk Lab它有一个1026的那个 1025的那个化妆水是常年排第一的 然后我没买化妆水 然后我买的是面膜 这个面膜我们俩都在韩国 其实已经用过了很好用 材质是一个果冻Jelly状的 然后敷完感觉很 就很镇定很好 对很镇定很清爽 对而且不刺激 就韩国其实很干很干 在那个情况下我们敷了两片真的是很急救 就不要再买那些什么香精堆的 就其实那些什么Leaders 其实它的成分一点都不好 都是香很多都是香精 但是这个他们家的话是就无添加的 叫1025 Round Lab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他就是只买了一盒 Dr.G 是Dr.G的 Dr.G也是常年在那个Olivian排行比较靠前的 这个镇定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放冰箱里 他们家的这个面霜绝了 就我觉得我这次去韩国 皮肤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就是因为用了这一瓶面霜 我是一个成分导 它的成分特别好 就已经不是以前那一批 那个韩国廉价的那个 就是化妆品品牌了 它里面这个面霜有 泛唇B5 有烟纤胺 还有那个干 光火肝草 都是对痘肌敏感肌 比较友好的成分 如果你长痘 长痞口 就这个一点都不好 是一个Jelly状的很好 来看一下 我是在Olivian买了两套 还送一个30毫升的 这个你可以旅行用 然后我还在Olivian买了这个 就韩国这个东西特别特别货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就是用化妆水浸湿那个棉片 它里面是一共有70片 你每天早上 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 然后洗完脸 就直接拿出这个棉片 就你完全已经不用再倒化妆水了 直接就拿出这一片擦 很镇定 它有好几款 我买的是 绿的 叫Green Hero Coming Pad 这个是镇定的 不刺激 然后其实它家最火的是这一款 这一款是去黑头的 去黑头去闭口的 这个是红色的 对 这个是清洁Clear的 就是 我买了一个是因为我是皮肤比较敏感嘛 就肯定不会每天用的 Olivian特别好的是它一个搭一个这个 这个的话可以把清洁棉片放在这个里面 就比较干净 对 你就不用说让你拿别的妆污染什么的 对对 韩国有很多牌子会出这个清洁棉片 但就是认准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就是最好的 常年牌第一位的 然后这个还是一个补水的面膜 这个我不确定它也是棉片还是什么 就没打开 然后它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韩国 眉妆博主的出的一个合作款吧 我是一个很爱买洗面奶的 就是我的洗面奶好几种 就是早上和晚上用的洗面奶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早上我皮肤特别敏感 就是用错了一个洗面奶 就整个脸肯定会回忌一半 虽然洗面奶它不会起到什么功效吧 早上的话我会用比较温和的 就比如说氨基酸的什么的 我看它是什么amazon第一位吧 也是跟清洁棉片同一个牌子 是morning gel cleanser 这个我还没用过 不太确定好不好用 然后与此同时还买了解眼粉 这个是修复生 是美容院院约线品牌吧 然后在那个olive young也有售 这个是一个papaya的这个解眼粉 是我是看伪少女Nina的视频 然后她说这个对于敏感斗肌很友好 这个我没用过 但是我用过这一款了 这个是一个欧美美妆博主推荐的 一个爱莫莉的解眼粉 就它们两 它们三个都是解眼粉类 这个我已经用过了 这个很好用 这个在我们这边 麦卡还挺贵的 79奥别 然后韩国很便宜了 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就什么厚啦 什么雪花秀啦 在她面前都要靠边站呢 因为我一般是 如果每天都出去玩 平凡的每天化妆的话 我会就是挑一天用这个 用完之后明显感觉 那个毛孔会通畅很多 这个酵素洗眼粉很推荐 秀肤深的话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BB霜 我是每个月都要做义美的 比如说什么水光针啦 别的那些义美项目 所以我脸肯定是 长期需要那个修复的 所以我一般 我买这个是因为 它是一个专门针对 就是你做完义美之后 用的一个润色的一个BB霜 然后这个的话是 她送的那个小样 是一个防晒 她家很多人买的 一个最经典的防晒 这个我家已经 去韩国之前 已经用了好几支了 然后我妈也在用 因为我妈做皮妙嘛 我是推荐她用的 反正这个防晒很推荐 就做医美也不用担心 涂了这个会伤皮肤 而且最重要是她不堵毛孔 防晒的话 我这次又尝试了一个新的 推荐这个解眼粉的这个博主 推荐了这个防晒 在韩国glowpigning app上 常年排第一位的一个防晒 我看了那些小红书 美丽修行 它的成分都还不错 然后好多人说很清爽什么的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用的话 好的话推荐给大家 这个爽肤水 跟这个是一个牌子的 这个是在Chico 就跟Olivian差不多的药妆店买的 是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化妆水 就这个化妆水的话 我是看美丽修行 查过成分之后才买的 没有香精 没有防腐肌 也没有酒精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就是用的好的话再推荐一下 我这还没推荐完 为什么呢 是因为Snowby那个 还漏了一个东西 Snowby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个国家不一样 Snowby还没有结束 就是王大猫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Snowby的一个计时本 他觉得这就是他要买的东西 就是毛绒布的 对于毛绒布啊 网装的那个东西完全没有抵抗力 对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我答应他背回来 然后这个还挺好看的 你看真的是毛绒布的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中间里面 对啊 很好看 就是有那个Snowby的这个 对 反正就很好看吧 而且他还里边送了一个贴纸 哇这个超好看 给你贴的记事布上的 哇超好 好可爱 这个还挺值的 这个好像还不太贵 然后这个真的是 每夜的Snowby都不一样 对它这是纯的皮纳的 就是保真嘛 你从别的地方买 你不保真 然后这个的话 呃 是19年10月17号到2020年3月1号 就这个展的时间 对 在乐天 只有这乐天这个地方有 就是别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限量的嘛 所以说 好毛大猫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买了一个普通睡衣 是一个chew 就是跟那个三重鸡 刚才介绍的三重鸡 就是是他和三重鸡出的一个联名 对 这个是博尔加的 很可爱 哇好可爱 因为近年很流行这种大的花边的这个领子 然后就挑了一件很诡异的 不要瞎想哈 他这个是在一家穿的 不会出去穿 出去穿太吓了 对 然后这个是博尔加的钥匙链 他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所以就买了 博尔加 买回来是一人一个 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像他 这个特别像我 然后除了这个的话 他还买了一个什么 贴纸 不是贴纸 什么card 应该是那个postcard 对 反正就是背面是这样可以写东西的 gogogobobob 然后正面是这样的 好可爱 他又觉得这就是我俩 所以他就买了 这个是一个行李的菜 对 你可以把它写着名字 写着什么 放在上面 或者说就是你运速起来的时候 才能 就是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自己的东西 然后 刚才还有介绍一个大的 彩虹鸡 我好像天使一样可爱 你看这两个像吗 你就是我俩这次 不知道你彩虹鸡还是彩虹鸭 去韩国去买了啥 带了一堆玩偶回来 就全都是这些东西 你看 我们一共就一个拖运是装我女儿 一个拖运是装东西 对 还从国内在威亚买那种 对 没有什么行李 对你想想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扯的时候 我就会买了这个滑板 就被我称之为是这个鬼 你看 这个特别可爱 就觉得 就特别可爱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叫 康康的 我打来下边 对 到时候打来下 然后这个板就是我一直 我一直想买滑板 然后那个 不是为了滑 是为了摆在家里当装饰 王大猫一直不想让我买 然后这回我看上了之后 他也奈何 这个就是他的蓝色 这个就是他的黄色 这个跟我一样 奈何不了我 你看这个 像不像 这就是王大猫平时 你知道吗 在家的样子 他在家估计就是这样 然后你看 我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小logo 还有这个黑色 对 然后正面也不要看了 这是滑板嘛 主要看背面 因为摆在家里嘛 所以我们就摆在那个柜子上 就是很好看 他们家的话 还买了两件卫衣 嗯 他们家卫衣质量很好 然后就是这个我猜是合作款 对 我猜也是合作款 对 很好看 很好看 就是他那个是 写型的韩国人会穿成唯衣的那个剪裁 是因为我的那个颜色 平时衣服太单调了 对 所以王大猫有了一个灰色 我买了一个绿色 绿色 我给你打一下 这是深绿吧 不是深绿 苹果绿 苹果绿吧 反正就跳跳看了 你看我们俩就 这个我在韩国已经穿过了 对 所以他那已经打开了 我没打开看 就很好看 质量很好 就是如果去韩国的话 很推荐这一张 还很便宜哦 它大概合的是60澳币一个为一 真的很便宜 而且质量超好 完全神秘卡哈那些 对 对 我觉得是 而且特别像韩国的那个年轻男女 就是这种 就超级韩国 是在 也是在林荫道江南附近 对 是因为我们俩找什么的时候 就突然遇见了 然后进去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那个 贝克 贝克上他不是买了一个 那个小的袋子吗 对 然后在贝克还 很扯 人家是一个卖衣服的那个买手店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把他那不知道当成啥 然后特别扯啊 我们买了 我要马上套套套 这个就是很 很基地啊 对很基地啊 只要是笑脸的 我肯定会买的 还有太阳化 对很好看 这个是一个那个 America的牌子 是一个那个美国的牌子 反正他还可以吧 他是 十万八千韩元 听起来挺多是吧 但是和澳元就一百多 130欧币 对130欧币的马桶盖 就相当值钱了啊 质量很好 因为他是在买手店 所以说我怀疑他这个就是很很限量 或者很那什么质量特别好 我发现买手店的周边 我觉得比他的衣服更好看 嗯 我觉得更值得 因为你是在澳洲 你不是在国内 所以说那些衣服你都见过 对而且其实韩国当地 就是那些买手店啊 很知名的 就很多民进去过的那些买手店 不推荐去 对 因为价格太扯 对我觉得那个是 比澳洲还贵 对我觉得那个是给在那个 韩国本地的住江南的那些富人 对 还有在国内的 国内那些人去的 因为肯定是比国内便宜了 虽然款式很多 但是价格真的很贵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是多注重我们的浴室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是看到这个 就是那个鬼 连名的那个地店 这个在他本店铺都没有 就只有在买手店没有 所以说我怀疑就是挺限量的 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这个牌子 应该还不错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 店员用非常非常努力的中文 跟我讲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一个一个 然后我就想最后一个 那必须拿着呀 对 就特别棒 对 这个的话 14万2千 比那个贵 大概170这样吧 但是170 我觉得这个地调 会一直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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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次又买了好多衣服 也没有好多了 其实 他每次都买的衣服比我多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nerzy买的一个衣服 就是它是打折的 然后虽然是有一点大 是F号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O16可以套在那个毛衣上面穿 也不是限量 就是比他家别的款特别一点 小熊的 对 这个很好看 这很多韩国明星穿的 就红色的 然后这是太迪熊 对 太迪熊那一家 太迪熊那一家 他这次买了很多鲜艳的衣服 因为 对 看 这是太迪熊一家 爸爸孩子和什么 推荐大家去宏大的那家那点 因为是有咖啡店的 对 而且有很多 就可以很适合拍照 这还可以5万5吧 60多吧 很便宜 韩国的这些 就是本地本土的这些潮牌还挺便宜 但是质量是真的好 质量好 买了这个短裤 我都没拆着呢 我就是想给大家拆 这就是他家最经典的运动服 对 这是最经典的运动裤 红色黄色 但是配T恤真的很好看 对 因为我一直想找这个二道杠的那个裤子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牌的 然后后来才知道它是nerdy的这个牌子 但确实穿着特别好看 就是比较显腿 腿细 我腿太粗了 所以说他嫌腿细 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我现在挑鞋挑裤子挑衣服 最主要是显瘦你知道吗 就是我虽然也是在努力显肥 但我觉得显瘦就会更好一点 明洞有一个大店 它是一个北脸的大店 就是它整栋楼都是北脸的 大概有四层 它楼上是那个咖啡 对 然后这件衣服真的哇 超好看 是那个春风衣 就是你不会在澳洲看看的春风衣 很好看 对 你看就是这个颜色 大口袋的 前面这种很流行 真的超好看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对就是大一个号我觉得没必要强买 但是这个是我的号 这个是那个white clash吗 这不是white clash 这个是 对white level 就是像我们知道就是日本的话是不标 嗯对 就是比较特别的话 然后韩国韩国的话是有一个white level的 是就是你在市面 市面上看不到的 就很难看到的 嗯 然后就是white level的系列的衣服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在韩国 关键你看这次我都没怎么买黑的 我全买这种黄的呀绿的呀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 我们单位也平时其实乖乖的总装穿彩色的衣服 要是现白 我觉得不如说自己平时就多买一点彩色的 上半还可以穿 哇 这次啊 我这次去韩国主要就是想去那家买手店买这个衣服 Tencoso 对 这个是我在那家最大最知名的这个买手店的一个打折店买的 这个是lamea的那个网红封衣 就你看小红书只要是搜lamea的缝衣肯定会出到这一件 而且这个颜色我之前其实就在网上看了 一是因为价格贵 然后你想买的时候呢 就纠结纠结 你觉得你可以下定决心买了 但是官网全部断货 官网断货什么sense啊那些就是网站都断货 结果我这次找到了我size还是多少 几折 六折 对六折很便宜 还退税了啊 六折加退税 六折加退税 然后这个我就不穿了 因为这个还挺长的 到时候就是 哪天拍lok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很好看 哇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封印 我真的太喜欢了 价格挺贵的 但也算是便宜 价格美丽吧 对 然后我这次 那个熊一家的 哇它货很财啊 超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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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上次去欧洲买的那个马蹄鞋 之后 然后又种草了这个帆布鞋 但是那些网站啊 就是马不是很全 然后这次也是去韩国 还好去店里了 不去店里 那你干嘛不知道这个鞋这么大 对这鞋很大 他说什么只有35和37的了 然后我试35还是走路会空 穿了袜子那个脚都是有一点就是 就不是很实 这个鞋 就如果大家买这个鞋 想买这个鞋的话 注意啊 它它声称它是国际36脚 但是这个还要穿35的 可能因为它这边比较宽 嗯 反正就是这个也是我这次去韩国就是必须 买这个鞋 就是终于买到了 关键超好看 超好看 就已经不在意价格了 哦 说到这个墨镜 我们这次好言壮语去韩国就说 买10副GENTLE MONSTER 结果去了那个江南最大的那个GENTLE MONSTER 其间店 什么鬼就一个都不想买 就不好看 不是不好看 就是你在GENTLE MONSTER 那个海外的那个网站官网 你就能买到 嗯 确实没什么意思 价格也不是特别便宜 对价格不便宜 就没意思 都是很普通的款 就是烂大街的那种网红款 没有说什么就是GENTLE MONSTER 在韩国本地有什么特别的 对没有什么新鞋 或者是本地牌子特别便宜 没有其实跟网站是一对价 如果但凡特别便宜 肯定也会买吧 就唯一一个想买GENTLE MONSTER 那一款 那一款 彩色的 黄色就有点 就感觉像猫猫眼一样 对 就它只适合蓝色 所以说 蓝色没有货 没有货 你问他他也不知道 也盯不了 然后回来想买一个GENTLE MONSTER 但是见识镜没有货 也没有货 对 就是 就要不就是LANA接我们回来 就没什么意思 很很适合 然后我这次买了一个SELINA 嗯 哇 这个墨镜好好看啊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这个很特别 对 跟别的很不一样 那个桂姐介绍的 就是你看这个款 你不会想买的 但戴上去真的就是 时髦到爆炸 有没有 太好看了 关于不单他戴 我戴也很好看 他戴也很好看 很好看啊 很洋气 这次去韩国之前 我是就是 豪言壮志 我要买包 本来是想买爱马仕的 然后因为听说 小红书上听说 那个韩国的货很全嘛 嗯 但确实货很全 就是有一个LINDY 是 大象徽哦 就不用配货 你走进店里就有的 是在江南那家店 对对对 然后价格也 跟澳洲差不多 然后也能退税 但是后来 因为我还想 想买另外一个 Chanel的 是31那个 就是像购物袋一样的 那个包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 既然有货的话 我就先试一下 再试一下Chanel的 看哪个更好看 嗯 因为既然 我当时想的是 既然马是就是 走进去就有的话 就不用太着急嘛 嗯 然后我就去试了 那个Chanel的结果发现 然后马上就把艾玛世界事忘了 就那个事 就是可以下次再去 我这个 因为在乐 是明东的那个 乐天免税店 乐天免税店 哇它是一个蓝色 墨蓝色的 就是而且是这个 当时我在悉尼还没有货呢 就是那个当时是想买黑的 然后黑的还要等 黑色的过去姐还给你个眼神高呢 对 等哦 等哦 然后但是这次我就冲到店里 我就跟他说有没有这个31 然后他说31 黑色 我说有什么颜色 然后他说有白色 白色和墨蓝色 我说有黑色吧 他说黑色没有 嗯 然后我说那你把墨蓝色拿出来 我看看 我记得我看到这个 哇 这是我的包 好吗 因为我的那个钱包 我的小卡包 都是这个墨蓝色的 哇真的好好看 比黑色好看 观念它能装 很 因为它虽然这么大一个包 嗯 但是它自重很轻 就是背在肩膀上一点都不累 嗯 然后就是 而且它是本来就是已经是这个褶皱软皮的 嗯 就你不用随便放 就像这种大包 包括爱马仕的包 就是这样 随便放在地上 就是你 相当于你的登基包 很大 就你很可以把你就是 所有东西都扔里 关键是它的这个有两个链条 就很好看 一个是经典的那个链条包的链子 还有一个是那个皮链子 哇 我觉得你穿T恤都很好看 就是这种很随意的感觉 很喜欢 关键是我在那边 背的就是在机场走来走去的时候 它就已经很重套了 我强烈要求能不能借我背两天 因为太好看了 这个真的很好看 然后 就反正把爱马仕已经抛之脑后了 就是有可能也是因为年初或多吧 所以可能爱马仕比较全 但是我觉得的话 就是那个东西跟年龄还是要匹配的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你年纪现在太小了 你我觉得爱马仕嘛 就是我看啊 就是小农之一啊 我觉得爱马仕一定要35到40往上背 才有质感 我试了那个中古的那个凯琳 就是老 就因为你知道它的象征就是什么 就是沉稳 然后并且有味道 然后有质感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年纪 而且本来长得就小 所以说感觉像20几岁的话 根本你背不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慢慢来 就是 而且反正就是肯定是常年有货的 对对 你慢慢配货吧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要如果经常出去玩 你什么时候预热什么什么时候弄美 但是 但是来吧 但是 但是呢 就是上次我给王大猫配了一个 也不是配吧 我上次给王大猫抢了一个手动 抢了一个包之后呢 然后就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勇气去那个网站 就是也不是没有勇气吧 因为他每次都能抢了 对我就是 就是他 就是一打开那个网站 就能看到那些好的包 我每次就是死守 就每天就点点点就没有 然后就是 这次吧 因为我是属马的 然后再加上那个 上次那个包之后 应该给王大猫配一只马 但是澳洲的话你知道 他们所有人说 说什么你要买包 对 那种好就是难买的包 他才会给你马 而且在澳洲有个传言 是什么马比包难买 对 对的所以说 这次在韩国乐天 我还比较满意啊 这是在禅室那家买 对 就是因为是看了那个 斯诺比的展 我顺便去了 我们今天不说好买不好买 但是呢 我很lucky 我买到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遍 这就是我心目中 蒙中的颜色 很好看啊 就不是说硬要买的那个颜色 真的很好看 哇这个是紫色和和这个蓝色的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 然后还有紫色的 哎 这个是小马 好多人买错了买的大马 小马就是很可爱了 对小马一定要买小马 小马难买 反正就是本人输马嘛 所以我对马有偏好 就是说我特别想到他们那个 在家里的摆价啊 还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为我设计的 哇哇哇 而且就是我发现这次韩国 就给大家一个总结吧 东西好像介绍完了吧 对介绍完了 就总结就是 要么你就买韩国本土的那些潮牌 就是很多明星会去的店 因为设计也好啊 款式也好啊 然后价格也便宜啊 要么你就买那个 特别难买的东西 比如说爱马仕或者 Chanel这些 就是大牌你在别的城市 就是比较难碰的那些款 在韩国都比较好买 而且价格的话 就不是 就还ok 就是它既然是难买的话 你就不要在意价格 就不会在意价格了 但是反而在中间的那些 就是比如说那些奢侈品 大家看惯了那些 就哪都有货的那些东西 韩国真的贵 贵很多 因为毕竟是欧美的嘛 所以说就是 比澳洲都贵 对比澳洲都贵 因为还有汇率的原因 所以说这次呢 就是我们在韩国的开箱视频 也不是开箱视频 这次就是我们在韩国的 就是所有买的东西 算是一个购物总结吧 然后还是挺开心的 对感觉没买什么东西 但介绍下来感觉还挺多的 本来我们俩说就减一集 可是现在看来的话应该不行了 应该这个是第二集 所以说 其实小来小去的东西很多嘛 然后最主要的是 反正买的很爽了 对很开心 特别还没买够 我觉得还会再去的 而且是好事好玩 好逛 是吧 而且那个价钱比较好 我觉得我在这儿 征澳园 然后去韩国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 我觉得 感觉能花很久 嗯 就是我们俩 吃饭就很便宜了 我们俩特别冲动 都去韩国查房价了 说要不要弄一个 一时一天的小房 对然后把我们那些所有限量 比如说全市场那些东西 全部借到 对对对 结果发现韩国的房价真的好贵 然后这期视频就先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 这一年里还会努力给大家做更好的视频 然后下次节目再见了 拜拜